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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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两条片我都抓了放射师 Danny跟我谈谈他的部门 CT scan 大家都听过 然后有个PAT CT 我们就知道大家历史的最好不要知道 然后今天这条片我就要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想你有什么改良一下 有的 什么都可以改良 先问一下 我就试过两次 一次是照头 一次是照脚 两个经验很好笑的 照头是很害怕的 然后发觉自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反应 就是有一个优弊恐惧症 因为你整个人进了一个tube 你好像不能走出来 那个人就在你面前这样遮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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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接着就有声音给你听 我开始啦 我开始了 开始就开始了 一开始就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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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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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楚喔 每一个声音都不同 每一个声音都很恐怖 你已经有优弊恐惧症 你还放在这里 被遮住了 被遮住了 什么时候完 又不知何時緣 即是突然間在裏面沒有時空的感覺 是很害怕的 即是心是會不會影響我的情緒 一定會影響 因為其實很老實這樣說 磁力共振一個很特別的環境來的 像坦哥你所說 你會是真的完全困住了 有些東西困住你 接著會發生甚麼事 這個其實都挺重要的 所以你說有沒有辦法解決呢 其實有的 因為現在的科技來說 你所說的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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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是甚麼聲音 其實那部機器操作時 其實它不僅是一個大磁場 要不斷轉過磁場 才可以拍到一些相片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有些不同的聲音 是製造出來的 這些是buy product來的 這些是沒辦法的buy product 但是現今的科技 有些機種已經可以將這些聲音降低了很多 你知道嗎?我要說廢話給你聽聽 當時我的心是怎樣想的 因為你知道我做創在 為什麼他之前問我喜歡聽什麼歌 然後將這些變成一首歌呢? 是可以的 我想聽張國榮首歌 為你鍾情,聽我知誠 其實都是聲音來的 你說得非常好 阿蛋哥,我告訴你一件事好嗎? 其實在我們MRI社會中 是有人將這些聲音做了一些音樂出來 可以的 有機會可以和大家分享 是兩件事來的 因為你已經害怕了 你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聲音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的人更加聽聲音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呢? 但其實我們還有更多的工具 例如說我們會給你一個耳機 或者是耳塞你 譬如以我工作的地方來講 我們都已經有一些所謂的反射鏡 病人就不需要看著那個電腦 只能看到外面 甚至乎我們可以做到 然後播一些圖畫 經常去看著 變成讓他不怕 看Netflix 其實都可以的 看雜誌 都好啊 我們其實會建議如果病人 他真的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也打電話給他 他會說你喜歡聽什麼歌 你喜歡看哪部戲 其實他可以自己帶來的 令到他可以在做的時候 那個感覺會更多 這些就是我們已經在做的事情 我們講了三分幾四分鐘 什麼叫自力共振都還沒講 其實自力共振就是一個大的磁場 我們利用這個磁場去找回我們身體裡的細磁場 因為我們身體裡其實有些磁場在 但是我們走過去的 除非男生女生 也不會黏在一起 那為什麼我們找不到我們自己的磁場 是因為那些磁場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一定要是南北向這樣 然後才可以真的有磁力出來 身體裡面的小磁場 是經常亂擺放 亂放 所以全部就叫做取消 互相取消了 當在一個大磁場裡面的時候 我們將它拉法 將它排整齊 我們就可以找到它的細磁場 以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物質 去產生的磁場那個強度 和那個情況都有點不同 我們就利用這些原理 就可以看到那些是什麼器官 是什麼問題 所以為什麼說 磁力共振最大的好處就是 沒有輻射 所以理論上來說 up to now 我們都找不到磁力共振 對身體來說有什麼明顯的損害 傷害 現在都未見到 情緒上 很害怕 都迫著自己 我問一個白癡的問題 其實它和所有的CT scale 是不是兩樣東西來的 完全是 完全兩樣東西來的 一個是用磁場 因為大家都是照的 我都不懂 一個是磁場 磁力共振 一個是X光 如果是電腦素描 但是最大的基本的不同 磁力共振看的東西 在軟組織方面 會更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磁力共振 可以在我們叫做multi-planner的imaging 意思就是說 磁力電腦素描 我們很多時候 只可以設一個橫切面 病人躺在那裡 就這樣設一個橫切面 我們可以把橫切面重組 但是 始終沒有磁力共振那麼清楚 因為磁力共振除了可以做橫切面之外 中切面 側切面 斜切面 什麼切面都可以做到 變成可以直接看到病人的組織 和可能一些病變的interface 實質上那個接合的位置 就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另外去看軟組織的能力 亦都會給電腦素描好 因為電腦素描 用X光的 我們在看這個東西到底有多硬 越硬的東西通常看下去就會白 OK 越軟的東西看下去就越黑 所以通常在電腦素描面會看到黑和白 這兩種顏色 但是磁力共振來說 它可以在不同的物質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信號出來 我們就可以分到那些物質 是哪一類型的物質 那個清晰度會比較上再好一些 再準確一些 所以它在一些很微細 和一些腦方面 或者神經方面會更加好 例如在腦部的一些 有沒有中風 有沒有這些情況 或者是神經線有沒有壓住 又或者是一些關節 那裡來講 到底關節那個 我們譬如說在meniscus 一些軟組織 這些半月板這些軟組織 到底有沒有損害 而這些來講 如果你用電腦素描 或者X光是看不到的 我第二次去照 就是因為我半月板撕裂了 那就要照MRI 我那次又要分 大鄉你都不得了 我這隻腳 就去醫院等照 護士來跟我說 鄭先生可以去照 你說照右腳是不是 我說 反正都是照 不如兩隻腳都照 我這隻腳都痛痛的 很簡單 那位護士姐姐很好 好啊 一隻腳八千 那不用照 那不用 那隻腳又不痛 原來這麼貴 我都不知道 那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不可以呢 其實 因為其實磁力共振 是比較準確的檢查 那你會見到 鄭先生你做的時候 應該 我們都有一些特別的儀器 包住你的膝頭哥 那個儀器就是 去接收你這個膝頭哥 出來的信號 當它接收這邊的時候 這邊是接收不到的 如果你要看這邊 另外再做多次 八千 就放儀器在這邊 那裡就是八千元 OK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做一個大的接收器 收完這些信號進去 那就可以了 其實就好像你拍照一樣 那如果你拍一個全身相 那你去看看 眼耳口鼻來說 你未必會很清楚 因為解像度 就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說 你單純地 去集中了 只是拍一個頭的 大頭相 那你眼耳口鼻可以很清楚 其實你可以當是一個類似的情況 所以我們一定要集中了 在某一個位置來拍 磁力共振 都是有這個需要的 好了 我想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 他平時有些自己 心臟起駁器 就是有些東西 直入了他身體 裡面的助聽器 不知道什麼 那些照不照呢 其實呢 如果在好幾十年之前 就一定是不行的 OK 但是現今來說 其實已經有很多 心臟起駁器 已經故意做到 可以入到磁力共振房 但是也有些情況 是要注意的 例如說 到底這個 入到磁力共振房 磁力共振的 心臟起駁器 他到底是 我們所謂的 1.5T 即是傳統的 普通的機器 還是3T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來說 就是 進去做這個 其實他不可以 一個正常的 心臟起駁器 進去做 要找個技術員 再把這個心臟起駁器 調到我們 一個叫做 scan mode 如果不然會影響到他 所以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問了 心臟科醫生 到底這個病人 可不可以把心臟起駁器 調到scan mode 而病人都是安全的 OK 所以才可以做到 而每一次 我們要做的 我們都要 首先找了一個技術員 去調整個 mode 檢查了沒有問題 照完之後 調整正常 mode 再檢查沒有問題 跟著可能 心臟科醫生 再看回去 然後才可以正常去出回去 嗯 其實MRI 其實會廣泛用途 不是一定特定 譬如 好像上一條片 PET CT 多數是癌症的症狀 這個MRI 其實就是 譬如我半月擺 我又做 頭又做 變成一個 其實MRI 你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都可以做得到 舉個例子 在腦裏 剛才我們提到 電腦掃描的時候 中風的時候 如果理論上來說 中風的話 病人要看回腦裏 壞死 如果你用電腦掃描 可能差不多要 大概一天左右 才會見到中風的病變出現 即是說 你在中一天 未必會看得到 但是 如果你用時力共振的話 其實我們都差不多 我們都可以看到 病變已經出現 還有 我們都可以做到 全新的血管 亦都可以看到 我們叫做一些 功能性的檢查 其實有 什麼叫功能性 大家可能是一些 專門講 這個 是身體的 腦電波 或者是腦的活動 一些節目裡面看過 看到我們怎樣去看 到底我們現在 動手指 或者唱一首歌的時候 到底腦腦的哪個位置 是在動作 其實這個 都是磁力共振來的 都是MRI裡面 才可以做到 電腦掃描性 那些是不行的 是 亦都在說 他在手手腳的其他位置 他很多的一些 我們叫做 分光鏡 Spectroscopy 一些的檢查 其實都可以幫我們 分到 除了說 那個樣子是什麼之外 裡面的成分 到底是什麼 而可以幫到醫生 更加準確診斷 身體裡面 可能多了一些什麼成分 少了一些什麼成分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那個功能 是多很多的 現在 既然功能多很多 我相信我 現行打壓的觀眾 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關於MRI 如果你們有問題 不妨留言 留言之後 Danny都已經說 Modern Happy 就是再來 回覆大家 你們的疑問 所以在這裡 先謝謝Danny 多謝你 謝謝 希望幫到大家 多謝